嗯 大家好 我是水姐 现在跟安萍去收板栗 我们现在去哪里收板栗啊 哎呦 有个粉丝输 有点板栗 粉丝 那里的 隔壁几个村子 现在下雨 别穿 你这个村子到底会不会开呀 往前往后干嘛呀 觉得没有关 老是往后走 可能是挂手挡啊 这几个 老 老 老鸭齿 有多远啊 上几个村吧 那里不就老台去 老台开直播 他说 那里不过 我刚才在下部 再和朋友们聊天 嗯 还好今天早上把玉米种好了 地又百大 种不下去了 这些是小板栗 没什么东西 这些是小板栗 可以叫一看 辣椒 那里有很多草 这个好吃 有些点点虫也 把点白粒又不用打药水 就这样子了 是不是 这里是不亮的 哪个都漂亮 十八岁时候的小姑娘 漂亮 哪个都漂亮 什么好吃 刚刚跟阿平收了100多斤板栗 回来 那种板栗都是小颗的 比较香一点 好吃一点的 看一下我昨天晒的板栗干 这个就是我晒的板栗干 看它煮熟了 晒过一天 它就这样子很容易脱壳的 是一个地方 一边就看它 就是 我又要给它 都很漂亮 因为